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給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看起來有些複雜 但只要了解它的尺寸以後,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那我們先來了解它的外觀與尺寸 再來研究分析如何下手,才能快速的將這個3D圖形畫出來 我們先來看上式圖 這邊延半徑12毫米 這邊延半徑25.5毫米 這邊延伸的距離10毫米 這邊距離15毫米 這邊距離30毫米 這邊高是14.5毫米 再來看左邊 這邊距離15毫米 這邊距離22.5毫米 這邊距離29毫米 再來,這邊距離9毫米 這邊距離15毫米 這邊距離15毫米 這邊距離24毫米 這邊距離6毫米 這邊距離3毫米 再來看正式圖 這邊高是10毫米 中間高是20毫米 最高這邊是35毫米 這個圖形尺寸看起來有些複雜 那了解它的外觀與尺寸厚 那怎麼樣畫呢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的繪製 切定 選擇上基準面炒圖揮護指 選擇立場 選擇子 選擇子 和建构线,画一条水平线,通过终点往上拉,切点,选择盐工具,从中心点画两个盐,选择线,从这边画一条垂直线, 再画水平线往左,拉下来,再画水平线,往右,往下,再往右,切点,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往上, 再画水平线往左,切点,再选择线,从这边画一条水平线,再往下,切点,选择线,从这边画一条斜线,改水平,再垂直往下, 切点,选择净色,选择净色的图片,净色于中心线,切点,选择修剪工具,修剪不要的图片, 选择智慧型尺寸,选择智慧型尺寸,这边距离,15毫米, 这边距离, 距离,12毫米,这边沿半径,25.5毫米,这边距离,30毫米, 这边距离,10毫米,这边距离,14.5毫米,这边距离, 3毫米,3毫米,选择最小,这边距离,改为3毫米, 这边距离,24毫米,这边距离,24毫米, 这边距离,15毫米,这边距离,15毫米,这边距离,15毫米, 中间距离,中间距离,22.5毫米,中间距离,22.5毫米, 这边距离,6毫米,这边距离,6毫米,选择,特征,生产填料,厚度,10毫米,轮廓,这里,这里,确定, 再选择,草图一,生产填料,厚度,20毫米,轮廓,这里,确定, 再选择,草图一,生产填料,厚度,35毫米,轮廓,这里,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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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选择,这一面,草图绘制,图面,转正,选择,线,从这边端点, 画一条斜线,改水平,往下,回到原点,确定, 再选择,线,从这边端点,画一条斜线,改水平,往下,回到原点,确定, 选择,选择,特征,生产填料,完全贯穿,确定, 这样,这3D图形就完成了,照看有点复杂,但其实,并不困难, 几枯做,就把它完成了,也很适合出鞋子来练习,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红色,切点,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延半径,12毫米,这边,延半径,25.5毫米,这边,距离,10毫米,这边,15毫米, 这边,30毫米,这边,14.5毫米,这边,6毫米,这边,15毫米, 这边,22.5毫米,这边,29毫米,这边,9毫米,这边,15毫米,这边,24毫米,这边,距离,3毫米, 再来看,这边,高,10毫米,这边,高,20毫米,这边,高,35毫米,这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图形,照看有点复杂,但其实,并不困难,看过你就会了,也很适合初学者来练习, 自意行乱,自然行义,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这是很多人的通病,最大原因就是,切少练习, 工夫记忆,唯有不断的练习,才能进步, 好,OK,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OK,OK,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相长,看得越多,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